他们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 他们迈出了知识分子 主动走向乡村的一大步 谣行之与艳阳出 他们生与乱世 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艰难前行 开百年来平民教育风气之先河 高阳民主与科学推动国家进步 国运如转 金火相传 人物栏目系列片 先生 1916年的初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 收到一位中国留学生的来信 这个叫陶温逊的学生 感谢捐助人为他提供养学金 使他能够从伊利诺伊大学的市政系 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就读 他在信中 传出了自己为何希望转读教育的原因 我今生的唯一目的在于金融教育 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 我深信 如果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 真正的共和制就不能存在 一个世纪以前 民国青年陶温郡所在的中国 混合立宪刚刚替代千年的王权 似乎为古老的帝国带来一派新南气象 却又在根深蒂固处透着别扭和隔阂 22岁的陶温郡以为 健康和稳定的共和国 必须要有两大要素 真领袖可能识别真领袖的国民 他甚至认为 第二个要素远比第一个要素更为重要 得到具有识别能力的国民 唯一的途径就在教育 1916年的陶温郡 如愿就读哥伦比亚教育系 他的老师是20世纪著名的教育理论家 约翰·杜威 这个人物对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影响深远 民国时期几位文化界教育界的重要人物 胡适 张伯玲 蒋孟玲等 都曾是杜威的学生 杜威反对传统教育的灌输和机械训练 强调从实践中学习 陶温郡传承了老师的理论 并以自己的方式付诸实践 学成归国后不久 他先是受聘出任大学教授 不久又辞去教授职位 转身投入平民教育 基础民众的教育 比精英教育更为迫切 他在明代大如王阳明的名句 《知行合一》中取字 为自己更名 知行 激励自己把所学付诸行动 他在一封家书中描述自己的这番变化 近日买了一件棉袄 一双不免套裤 一顶西瓜皮帽 穿在身上 戴在头顶 觉得完全是个中国人了 并且觉得很与一般人民相近的多 我的同事都说 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 经过一番觉悟 我就向黄河绝了低 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 奔流回来了 励志做教育的人 常常都是些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陶欣之的教育野心 更是大到了 要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公民 在他的心中 他们拥有农夫的身手 科学的头脑 艺术的情趣 改造社会的精神 他认为 中国教育的弊端 来源于传统社会结构 把人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 并且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 深入人心 于是社会的风气是 人人都想成为劳心者 看不起劳力者 于是农民和体力劳动者 仍为二等公民 失去工作的自豪感 于是孩子们为了通过 成为劳心者的层层考试 成了读此书的 没有创造力的书宠 从这一点切入 陶欣之发展出一套 教学座合一的教育理论 教学座合一是 陶欣之生活教育理论的 一个组成部分 生活教育理论 就是生活及教育 社会及学校 那么教学座合一 特别强调 做 这个做实际上就是行动 就是实践 要通过学生 他的一种动脑动手 手脑连并用 用这样的方法来 把老师传授的知识 建构成为自己的知识 1927年的一个春日 南京郊外的小庄 来了一群外乡人 他们在荒野上开垦 搭建茅草屋 周围的农人们观察 这些奇怪的城里人 似乎很快乐地干着苦力活 罪犯景象 在当时的年代并不孤立 1927至1937 被称为民国的黄金十年 这十年里 政治相对的民主 带来思想空前的自由 一批知识分子 投身社会改造 各种创新和城镇的模式 都在实验中 陶欣之在这一年 得到了社会要人的赏识 地方行政长官冯玉祥 支持他创办一所 前所未有的乡村师范学校 陶欣之说 全民族的命运 都操在小学教师的手里 得培养出 一百万个合格的乡村教师 将会改造一百万个乡村 他的理念在那个年代 吸引了一批 有志于现身教育事业的才俊 陶欣之鼓励他的同胞们说 人生为一大事来 做一件大事去 曹先生在办这个实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时候 他带有非常强的实验的色彩 他都跟原先的这个师范学校的办修模式完全不同 他没有固定的课室计划 那么这个上课呢 也不是说老师在上面讲 小学生在下面听 而是说看一些 有关方面的书籍 然后跟这些书籍上 一些问题呢 我们大家来讨论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 有一个制度叫做会朋友去 给农民交朋友 大农村去 在这个学校呢 一直是推行的是 教学做合一 就是不是让学生来学习死的知识 而是通过做 在这个小学里边呢 去学习一些管理的 教学的呀 这些方面的一些基本的技能 小庄只办了三年 冯玉祥在和蒋介石的权力争端中失败 小庄成了牺牲品 政府当局以涉嫌政治活动为由风效 陶新之被通缉流亡海外 小庄被国民党封闭以后呢 那么那个村子里的小孩子 就没有老师教学了 那么怎么办呢 他说那我们就自动组织起来学习 那么这些小孩子就组织起来学习了 学习以后这个消息 传到陶新之先生那里呢 他非常高兴 也许是这件事 让陶新之意识到 在教育中原本处于被动位置的孩子们身上 所蕴藏的巨大能量 当他在1931年回国后 由当时的报业大王资助 开始推动科学下架和工学团运动 这两个以普及科学 和平民互助自立为目的的教育运动中 一个独创的方法 就是小先生制 这是陶新之的母亲和儿子小陶 陶新之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 吴母五十七 发奋读书籍 十年到如今 工学无需日 小陶方六岁 月是地和之 不曾进师范 亦会为人生 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老师的话 我必须先把我的学生教育成人才 而非才人 我觉得如果我作为一名老师 我不仅要教他们知识 我还要教他们自强自力 如果我是老师 我会先教学生们品情 然后再教他们知识 要是我教书语言的话 我会先教他们规矩 然后再教他们知识 你要干什么事情 这是你一生要寻找的东西 如果我能 如果我能教会他们 如何寻找他们自己的目标的话 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我是一个老师 我要教会孩子去独立思考 我想起他们在慢慢的独立思考中 他们能从书本中领悟到的 不仅仅是知识 更是一些他们需要学习的经验 他是木教 我是先生 先生学木教 木教学先生 哼哼哼 我哼成了先生木教 他哼成了木教先生 1932年 民国政府实行会考制 规定中学毕业生 必须经由省市统一命题的会考 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陶欣之认为 这是退回到以文字为中心的 传统教育弊端 毁灭学生的人生 对国家民族有百害而无一利 1934年 他发表了重要的论文 杀人的会考 与创造的考成 这篇文章在当时 引起过教育界的大争论 也是在同一年 他把自己的名字 由知行改为行知 这是他对恩师杜威 和偶像王阳明的一次革新 也是对应试教育的坚决抵制 从此时起 他的教育理论 把实践放于第一位 从实践中学习知识 再返回实践 他和行知行三字 自造一字 作为此后行事的名字 和座右铭 2011年 重庆近郊的一座古寺 这里只有一只白猫 陪伴着一个耳聋的首次婆婆 曾经 这个空气的庭院 有读书生 小提琴悦尔的演奏 画笔美妙地涂抹过时间 绅士凄凉的少年 在国破伤何在的岁月里 依然有着无限的可能 1939年战火硝烟中 在这座古圣寺 陶行之曾经建起过一座 小小的教育理想国 玉彩学校的大部分学生 都是从各个战士儿童保育院 选拔出来的战争孤儿 陶行之和他们做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教育学试宴 孩子们按照喜好和专长 被分为五个学习组 音乐 美术 文学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著名作曲家杜明星 当年就是音乐组的一个孩子 筷子人口的红色娘子军 就是他的作品 我到玉彩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不到玉彩 我根本就连钢琴的看不见 根本不可能学音乐 所以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玉彩 我不经玉彩 我就整个是另外一个路子 另外一个道路 是吧 所以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国难当头前途未卜 陶行之却在此时 把美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认为中国人的日用人文 怕缺少美感 在一篇文章里 他写道 美的良知一旦焕发出来 比之道德自学 与发现功效 是强得太多了 美就是一步到位的道德 玉彩的经费 靠陶行之四处化缘 学校里的伙食 常常是两顿稀饭 一顿干饭 可是学生们 却有钢琴 有小提琴 有大英百科全书 战争的残酷 往往浪美 与人类更贴近 可能在此时 身外的一切物质 都淡惜可悔 人们才意识到 生命最核心的真理 所以我们这个 整个学校里面的环境 你走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 它是非常好 到处都是干干净净 飘飘亮亮的 而且我们每一棵树上 每一个植物上面 我们都挂了一个牌牌 这个好像是 一个进入了一个植物园 那些都是我们 自然这个同学 插了个植物 小达子脸 在老师的怠定之下 把它的用 齿瓦什么东西 所以你走到那个环境里面 这句话简直是 给人一种特别振奋人性的 一种美好的一个影像 还有那个绘画作 他们都是画的是 米开朗基罗的那些什么 实际上最高中的 那些人物 那些无形的那些画 学说我是自然作的 我学说的是自然科学 但是耳朵里面 一天当我听到的 就是这个音乐作 早上大气场 从第一声响开始 就充满了这个音乐 这个感情的一个美妙的声音 一直到大西正中的 最后一声 那个音乐才停止 他每次还在做 回事我们都去参加 所以那些民族 我们都觉得挺熟了 那一个人稍微一点点 看谁功劳高 是杜明星 有生以来做的第一首曲子 在开学后不久就发生了 对于一个从保育院出来的孩子 突如其来的音乐世界 让他感受了美的强烈震撼 到了进了玉才以后 才第一次看见钢琴 从前面看见过钢琴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就是老音乐老师 是弹风琴嘛 没有钢琴 所以当时我觉得很 很新奇 而且觉得钢琴非常好听 而且教了我们的老师 音乐的专业的老师 是陶行之先生 从社会上起来的 都是专家 也是音乐方面的 是霍鲁丁先生 赫鲁丁戴爱莲 都是当时玉才的音乐老师 1945年 马思聪先生到玉才学校 举行音乐演奏会 当晚陶行之举行宴会 在宴会上他对孩子们说 音乐是件专门的事情 小提琴更专门了 听不懂只要听 自然会听懂的 像洗澡一样 把皮肤上的不洁物 洗去几分 乃至几钱 洗了之后 总是一块舒服的 有诗必有得 听音乐也是一样 专心专意的 毫无成见的 全部精神放在上面听 你以为有所诗 听过了便是有所收获了 玉才学校在战时的重庆 是一道充满希望的风景 难童们举办音乐会 开画展 上演一出出 轰动一时的戏剧 同时 这些看似偏重艺术的孩子们 也并没有和社会脱节 他们表现出的独立思考能力 让很多陶星之研究者 留下深刻印象 1944年 陶星之根据他在玉才的 五年经验 发表演讲 创造的儿童教育 其中提到 要对儿童实行六大解放 解放头脑 解放双手 解放眼睛 解放嘴巴 解放时间和空间 重庆玉才在中国教育史上 是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实验 陶星之一位在联合国救济署任职的外国朋友 参观过学校后这样评价 他很可能在政府里成为一个显成 在社会上成为一名要角 但他宁可做一个陶先生 这已经很够了 那些孩子就是陶先生的小孩子 他们自由 活泼可爱 正和陶先生一样 在他们所说的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后面 都有一团火燃烧着 陶先生要把所有的这些 小莎士比亚 小龙波郎 或小爱因斯坦 保存下来 我心目中的教育理想国 大家应该是平等的 而且我们不仅仅应该从书本上 去获取纳波伊佛的一点点知识 我们更应该从整个生活 整个社会中 获取我们必须的那些知识 那些条件 我觉得最棒的老师 首先是要支持渊博 这样他才能教我们 然后他必须是 关心爱护我们的老师 然后还能使我们团结起来 一起去克服困难 然后我希望这个老师 能够真正地做到有教无类 而不会因为学生成绩 或性格上面的不足 而排斥他 我心目中最棒的老师 是用爱来教育同学的老师 因为爱才是 最能感化人的东西 1946年春夏之交 上海反对内战的前沿 陶欣之在三个月里 发表了上百次演说 他说 八天的和平太短了 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 假装的民主太丑了 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1946年7月 李公仆文一多先后被暗杀 陶欣之在极度压力下 突发脑溢血此事 今天玉彩学校和行之学校 遍布中国 一代教育理想者的优思和努力 需要新的生命 新的血液 秦宇之是先生的名字 也是后人的旗帜 陶欣之在南方的平民教育 遥相呼应 在北方 另一位平民教育先驱 艳阳初 也把知识带 他们生于乱世 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 艰难前行 开百年来平民教育风气之先河 高阳民主与科学 推动国家进步 国运卢转 金火相传 人物栏目系列篇 先生 我必须说 艳阳阳初被称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他与国内外备受尊崇 他从一个中国乡村建设者的角度 提出了人人都应享有的自由 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1890年秋天 艳阳初出生在四川巴中的一个书香门地 少时熟读儒家经典 13岁进了基督教传教室办的西学堂 据说在他上学的路上 常常会遇见贝尔哥 他们背负着一两百斤重的火物 上坡下坎 过河涉水 少年艳阳初 显然对这个场景印象深刻 他此后常常提到 苦力对他生活选择的影响 1916年 艳阳初由教会选送 入耶鲁大学学习 四年他于毕业后的第二天 就志愿往一战战场服务 此时中国对德宣战 派遣了近二十万华工 在欧洲战场做苦力 艳阳初起初 是为不识字的华工 代写家信 但艺人之力有限 工作的繁忙 让他有了创办 华工十字班的想法 他试着从复杂的中国文字中 选出一千个常用字 来塑成十字 很多华工学四个月 就可以自己写信了 这张艳阳初 看到了苦力们 被低估的潜力 接下来发生的另一件事 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 当时艳阳初 还办了一份驻法华工周报 一天他收到一位华工写的信 想说怕他报纸卖得太便宜 会办不下去 决定捐出三年 在战场上积蓄的 三百六十五个法郎 支持他 艳阳初说 这封信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去法国 远是想教育华工 没想到 他们竟然教育了我 1920年 在艳阳初回国之际 他所属的基督教会 希望他继承中国上层精英 艳阳初回答说 我的未来早在法国 为华工服务时 就已经决定了 有生之年 现身为最贫苦的文盲服务 不为文人学士效力 1922年 艳阳初发起全国的十字运动 除文盲做新名 在长沙 他的身世做得很大 当时有一百多位义武教员 其中有一位青年 名叫毛泽东 有研究者认为 就是做扫盲运动的时候 毛泽东也许是受到了艳阳初的影响 开始觉悟到革命 要从下而上 而且方法要简单 要经济 要实际 据说艳阳初在阴台进行平民教育时 有一个乡下小姑娘来到门前 问谁是艳先生 艳阳初马上站起身来 我就是 你有什么事吗 小姑娘说 你们只教城里人十字吗 什么时候到乡下教我们十字呢 艳阳初弄住了 她郑重地对小姑娘说 我们要到乡下去的 很快就会到乡下去 或者 举世文明的定见是艳 就是从这个细小的音源开始 1929年 艳阳初携带家眷 来到河北定县 创办人类社会史艳势 这个地方 后来成了遍及全世界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发源地 我们从北京搬到定县 我一点儿没觉得是个坡者 是个生活生活变化 一点儿都没感觉到 她很自然地觉得在定县 就是开始我们的家了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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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姓明 免税 文化这个半文化半的早 有这么一句话 中华民国大改良 改了拆了庙盖小堂 原来那个旧时候那个庙宇多 这个先进去把那庙拆了 使这点儿 东西都盖成学校 我母亲是大听见的人 国教是小教 我母亲到现在都是一百多岁的 她都是受这个平民教育 那么村里文化高 被这大份考出席都是高校毕业 那那会儿说 高校毕业就等于现在的一个初中师 他教的东西说的是 十字为主 也是不问什么国际大师 也不提这个 也不说你好他好 能业上 高能业它这个就是 推广这个新品种 从外地 从外国是从哪进来的这个新品种 好 穿得促不宜 吃的家长饭 遥历夜照汗烟带耳头带草帽圈 收纳动作剧日在田野间 走起楼骨与风寒 逢得高大如天 能是万地积极那两家 小两家旧那花 自在贴贴南人 时空上兵请是咱 请是咱 无有能和水落天的家 当历史的因子被激活的时候 他一开始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 非常活跃 非常富有光彩 当你看到他的光彩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烟阳树还在这活着 他还在这个人的一个心中 心灵身处 一直存在着 哪怕有一个农民这样 这样有这样的一种光彩 或者有一个农民 就这样教育他的后代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影响 他都会慢慢慢慢 越来越盘望的 在中国历史上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回到农村 回到民间 离开了象牙之塔 到农村 以农村 以最贫困的农民 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去工作的对象 通过自己的工作 启发他们 帮助他们 来 点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艳阳树 在全世界许多被开发地区 推行定限经验 1937年 战争全面爆发前 在距离北京五百里的定县 艳阳树和妻子及五个孩子 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八年 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两个女儿 群英华英 就是在定县乡下长大的 我们穿粗布大褂 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 我们从北京 连家属一同去 和农民一同吃苦 去穿住一样 才逐渐成了 农民的朋友和亲人 人家出的脑瓜好吃 为什么脑瓜好吃 人家说 像我们这个 你是毒流的 我是气流的 说口音不一样 说话的音声不一样 你说说 他听着 我们这三句说 他都给你干了一样的 干成你这个一样的 赶紧我说我这个音 他就干成我这个音了 脑瓜最好 真火 口才好 叶阳初的行为 感召了一批同道 几百名知识分子 从话剧家 医生到农学家 陆续来到定县 参与他的平民教育 和乡村建设 当时上他们内心 是比我们的背景好得多 他们流美 然后在国外 获得了很好的学位 也能够找到 非常好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 他们非常 就坚决的 甚至我觉得 那种内心 他回到祖国 他不一定 那种狭隘 那种民族主义 还是什么 而是说 他对那个故土的 对那样一种 乡村的一种爱 然后驱使他去 寻找一种乡村的出入 或者说 从一个更大的层面 去寻找到 中国乡村的 一个现代化的 一种发展之路 针对中国农村 于平若思四大问题 叶阳初提出 用四大教育方法来解决 用文艺教育公寓 培养知识力 用生计教育公平 培养生活力 用卫生教育公弱 培养强健力 用公民教育公司 培养团结力 营养学有很多具体的方式 他会养猪 去现代化的养猪方式 然后来让农民致富 那么同时呢 他也会慢慢去 这个自己组织起来 就是不是说被救 而是自救 不是说被教 而是自教 不是代理农民知识 而是让农民 自己慢慢地去知道 知识非常重要 因为这点可能 营养出一个 乡村建设里面 一个具有特别 可持续的一种东西 对这个科学 它是很信任的 只要有科学 你知识的人 到农村去 他总是很有感 很关心 但是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 对农民有感情 让农民愿意跟农民在一起 不想着地方做苦 也不骗着农民族的脏啊 这个问题呢 还是要归根 到了我们 延先生有一些思想呢 灌输到我们这些 知识生的头脑的事 延营处在定县的功劳最大 功劳最大 怎么最大份呢 就说现在麦子长这么高 上了两三个利儿子 他接来的这个新式麦子 他全能到 能到这个定县这边来了 麦子面糊 原始的面糊 小三瓣一点 现在定的大个里 长多高 结好多的面糊 这是他在这 这个一般的都是改良 都是他能拿过来的 什么猪来 羊来 鸡来 各种的蔬菜 都他带过来的 1937年战争爆发 燕阳初受蒋介石委托 在湖南动员三千万民众抗日 他被任命为 这个行动的首席执行官 燕阳初撤销了三个省 三分之二的腐败领导 召集五千个学者和科学家 代替他们 这是中国历史上 以此大功能的基层政治改造 和民众动员 1945年二战结束后 联合国文教组织 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 会议以中国平民教育的经验 为蓝本 制定了基础文教计划 在全世界未开发地区 推行基本教育 据说抗战胜利后 燕阳初向蒋介石请 我们的人民遭受了二十多年的战争 他们流进了鲜血 现在该是为农村大众干一些事情的时候了 蒋介石回答 你是一个学者 我是一个战士 燕阳初说 委员长 如果您只看到军队的力量 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 那么你会失去中国 1948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叫燕阳初条款的议案 这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次由外国人促成的国会拨款条款 条款规定 四亿两千万对华金元总额中 需拨付不少于5% 不多于10%的额度 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 一百五十年前 约瑟夫打造一千七百公里的地下水道 终结祸乱流行 七大工程奇迹创造者之 伦敦地下水道设计师 约瑟夫巴泽尔杰 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 燕阳初在泰国 菲律宾 印度 加纳 古巴等国 成立了平民教育组织 推行定线实验中总结出的理论与经验 1967年 他创建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 这里成为全世界乡村工作干部的培训中心 这是一个非常创建的 参与的参与 rural reconstruction 是只有一个 means human reconstruction 是一个结构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现在我的朋友 你相信 我相信 你所信的 你所信的 我所信的 技术的技术 我相信 我相信 技术的技术 You shall know how, and I believe too you have caught something from Father Wolfen called the Crusading Spirit. Taggonenknowhow alone is not enough.So shall know how and Taggonenknowhow combined alone are not enough. You've got to have that Crusading zeal. 我的朋友 我召善你所有的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世界的余裔剧场——